我前两天收了一台义的猪猪 我给你看看我的那个猪好吗 这儿八经上肯的 你认识吗 这啥 玉 这啥玉 这个我上子不懂 有人认识这个吗 有吗 你们有没有人看一下 要不要开个家来这 有人开吗 不一样 看看这是什么 不开 给你看看我上肯家的 这种店里都很少了 在一个老藏民那里拿的 七八十年代就没了 我店里真的有好几个呢 一模一样不是的话 我送你 它是手工的一个东西 我们藏的人从来不说那种假话 就给你看一下是吧 它是随行的一个了 正常这种啊 它是很规矩的 它在那个年代 它也有做 跟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 这个年代 它就是拿那种钢材往上面打嘛 但那个年代不一样 上肯的工业是最棒的 我们去看一下嘛店里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你才艺的猪猪 把我带到琵琶的档口 这个小哥哥 你在琵琶市场 又又又说我又忽悠我 我去外边看 去外边看 我要老的 你出来看出来看 它这个是个五眼的 这边是贪嗔痴 这边是慈悲 所以说贪嗔痴慢疑 人要放下五毒 讲的是这一个 上面好像有一点起猪杀 但它上面做的工艺 做的不太好 你这个怎么开的价 四千 四千啊 这个上面风化纹做的不好 这个做的最好的地儿是哪呢 它整个有一点点 郁化的一个感觉 还有它的孔道 相对来讲做的还是比较逼真的 你看看 已经有一点拉 拉痕了 有人佩戴过 但你这上面不好的地儿是 上面做的这个风化纹做的不好 你偏一点给 二百出不出 二百能给吧 咱就出了 正常来讲 别人给你看一百五 你都会给的 这个呀 我就看上它 你佩戴过一段时间了 天猪这个东西 它佩戴过才有灵性 你看 好了 二百了 好好 走了 在外边再看看 可能很难有好运气 能碰到老猪猪了 你只有去村里收才行 等一会儿再去村里收一下 看看 还能不能收到 我的上肯猪猪 六八八 没有的话给你两千 但你不是一个老童吧 你这个密度它不够 颠到手上就知道了 你这上面是做旧的工艺 这个不看了 生意兴隆吗 生意兴隆 看 生意兴隆 哎 你这个是个啥呀 这个我没有见过 有句话嘛 叫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嘛 这个我不认识他 所以我不能拿 这个不要 哥哥 太热情了你们 天呐 哎呀 我有点头晕了 你这个是啥 你这个是啥 就是对于认识的人来讲 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老物件 但对于我这种一点都不懂的人来讲 就会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在于人的 走了走了就好了再看看别的 我都快看花眼了 全是新的 去村里巴豆吧 快看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